第一点我们希望说 我们在春节期间 年假蛮长的 那民众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药跟就医的便利 我们特别联络了诊所协会 基层开业医师以及药师公会 药剂生公会的药局 他们也都能够开在除夕 大年除一跟除二三天 这个恢复开业 能够让民众就医还有拿药的便利 能够得到确保 因为避免说有些慢性病 或是临时突发性的疾病 那又不想到那个急诊室去挤 那的话可以到就医 在家里附近的诊所 或者是就医或者是到药局拿药 这样的话让民众更方便 这第一点 第二点最近这几天天气非常冷 至少说根据中央健康署来讲 说要冷三天甚至以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呼吁年纪大的 或者是这个很冷的 还有有呼吸道疾病的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的 尽量避免到户外去走 而且如果要真的要到户外去的话 还是要穿暖一点 避免到血管收缩 影响自己的血压 或者影响自己的健康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对于家 他接友的部分会强化特别的关怀 要提供一些暖暖包 还有一些热食 那我们中间的一个庇护住所 场所也希望街友可以去入住 因为在这段 因为很多街友不喜欢去庇护场所 但是因为在这段是非比寻常 非常时期 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善用 市府的庇护场所 那床位绝对够 可以让他们在庇护场所来休息 第三针对这个低温价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国中小都已经放寒假了 所以他们都基本上除了少数部分 可能有在补习或者是客服 寒假辅导的一些学生的话 那我们授权学校的校长 然后自行来决定 当然又湿又冷 或是这个 其实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勉强 不要再勉强拼命 所以说该可以放的话 就让授权校长可以来放 因为每个学校的状况不一样 那学生数也不一样 那即便在台南各地的温度 也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差别 体感温度也不一样 所以授权我们各校自行决定 下期再见